是说他要花钱大手大脚 你不放心他 所以钱是你管的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是的 直接说不就得了吗 不止一个婴儿车的问题 还一个小婴儿床 因为我听朋友他们都说 说这种婴儿床确实没用 又花了一两千块钱 把它买回来 一直到现在那个床放到那里 一直都还没有用过 那第一次当妈妈 那肯定很多东西 也不怎么熟悉不 那觉得肯定都想把最好的 所有的都买齐嘛 对吧 没生孩子之前谁管钱 他管 那那个时候 你怎么放心他管钱的呢 因为我们有房贷车贷 装修也是贷款 然后还还信用卡 就很多账单 他机型又不是那么好 心比较大一点 我就怕他弄得好嘛 还是你不信任我吗 其实也并不是没给他管过 我就给他管了一个月 管了一个月 结果那一个月 你看他什么情况了 车贷忘记还了 装修贷款忘记还了 那我不都说是个意外了吗 搞得我都逾期了 这个真心记录 现在是很重要的嘛 搞得我都逾期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管钱 之前又没管过 知道吗 所以也不是很熟悉 就好像你去上班一样的 那老板还会给 三个月试用期给你呢 现在是不是把钱给你管了 其他问题你都不管了 说嘛 有些要管的 肯定还是要管不 我要买什么东西啊 他就总是让你啰里巴索 钱买贵了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看 一个人在家里带娃 是吧 然后呢 想买什么东西又买不了 老公这个人又天天见不着 要不然见点钱也行 啥都没有 你说谁愿意 是不是 是啊 傻 你是说你傻 对啊 你要想嘛 工资卡什么都在他手上 发了工资都是他拿着嘛 你发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知道了 孩子三岁半了是吧 对 应该可以上幼儿园了对吧 9月1号 这是付出工作好了 他就是不想出去 因为我也有几年没上班了 知道吗 可能也没底气吧 还有点害怕 对啊 重新面对 而且主要是我儿子 因为本身就是我一个人带的 他上幼儿园肯定我多多少少 肯定还是会担心的 因为他毕竟上班很忙 他又没时间管孩子 那你说我去上班 那谁来管孩子 他可能刚开始入园的时候 他可能会不适应 对吧 也会有生病 感冒 这些问题 这些情况你想到了吗 对 这些问题你解答一下 我就是觉得他 还是应该就要去上班 不是 你解答一下 他刚才那些问题 解决一下那些问题 就是上班之后谁送 我送吗 谁接 肯定是我送 谁送 我送吗 谁接 我接吗 OK 上班去吧 我觉得他就是不爱我了 就嫌我烦 恨不得马上我出去 你们俩现在的这个 生活状态到了什么状态了 也是这么闹呢 还是 对啊 嘴巴都气伤火了 闹到什么程度了 我也跟他离婚呢 对啊 他就动不动 就喜欢把离婚关在嘴边 上次也是一个小事情 他跟小孩看上鞋 要五百多 我说你有什么必要吗 买一双五百多的鞋子 穿着舒服呀 那你赚的钱 该是干嘛的了 还不是来用的了 他就为了买双鞋子 五百块钱又跟我吵 好 吵完了他又回娘家 还说我不去接他 我回去两个星期 他就两三天打个电话 要不就发个信息 吃饭了吗 孩子还好吗 他就没下文了 那你回家 不就是不想看到我吗 问题是你点态度都没有啊 我没看到你的态度啊 还有个态度怪我不去接他 我一个星期 有时候一天假都没有 有时候就休那么一天 他娘家也挺远的 来 接口 再问个问题啊 他问你一个问题是说 你挣了那么多钱 你干嘛去了 我没干嘛 你每个月给他 要还装修 你每个月这个家里面 印支出是多少 你知道吗 知道 他不知道 知道 那你说的数是多少 你说 数啊 数 我说了他不知道 那我知道要还信用卡呀 还知道要 不是 我问你 你们家每个月一睁开眼睛 数字我不知道 那你就是不知道吗 那是因为他没让我管钱呀 所以看见没有 这就是刚才 其实一个问题 咱们网站一摆 就能看出很多问题了 你累推就行 先生你也不要委屈啊 我为什么给你举这个例子 包括幼儿园的问题 也是这样的 很多夫妻在这个阶段 都会有争吵 那大家要解决问题 你不能光吵啊 问题每次跟他沟通 每次让他多陪一下 我陪一下儿子 他都不愿意 他要不就是做脸色 要不就睡觉 要不就玩手机 所以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 能还是不能 他不能 我现在事业是处在上升期嘛 好 你那就是不能嘛 第二 你想要你和孩子的陪伴 陪伴的标准 是一周多长时间 我跟他说过 要不然他一句话 我说半个小时也可以 行 他都做不到 每天半个小时 对呀 问你每天陪半个小时 能不能陪 能不能做到 半个小时 可以 完了吗 接着问 如果每天陪半个小时 由此带来的收入下降50% 你接受吗 他接受不了 让人回答 你们夫妻俩真是一对 你看见没有 对呀 你能接受吗 所以才在一起嘛 你能接受吗 半个小时也不会 降低50%吧 不不不 这太夸张了 不夸张啊 夸张 真的不夸张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跟你讲 他回来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忙自己的事情 看抖音啊 看今日头条啊 就搞这事情 那偶尔一次被你看到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让你解决呀 你看我也不是你老公 我咋给你解决呢